那现在除了扫赌啊 还有个黑 我不知道这个黑是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黑我觉得 首先说球 这个球体的黑 那是可能 但是是不是就是说 这个足球已经涉及到 黑道 黑道了 这一点 我们不敢就是随便下定论 但是通过种种迹象 我们也发现一点苗头 什么记性 比如说最近 不是最近几年 中国驻台又发生了很多次 这个暴力 血案 深圳 青岛 武汉 包括大连 就是球员好端端吃饭 在酒吧里 刀子上去就砍 对对 听说 青岛那球员 脚跟 脚跟 大概应该挑断了 实际当时也报案了 但最后都不了了之 实际圈里人都在猜测 甚至有证据的证明 就是说 就是因为在球场上 涉及到这个赌球的时候 涉及到买球的时候 没有配合 不听话 不听话 公安教训 你看卡罗斯讲 对 讲 那位王先生 说他威胁卡罗斯的太太 老卡要不配合的话 就会让他的太太消失 对 这话已经放出去了 就是说所有的一切五六桩的这个血案 如果我们希望在这次这个大家守黑风 风暴当中把他们重新提起来 凶手究竟是谁 那么多年下来 你比如说像有 难道就没有人说 我想举报他们吗 我不配合你们 我举报你们 甚至是匿名举报 我们三年前已经有人举报了 这我 我说上海的一个 这已经给我们拿的证据非常重复 我们打印出来的那种银行交易的清单 能有十几米长 包括所有球员的这个账号 就是银行卡号 有有球员的 有澳门庄稼 有上海庄稼 有沈阳庄稼 后来我们把东西 我们报社派人就送到中国租协 当时的几位主席 非常热情的接待了我们 表示一定要严重 把这个东西送给相关的职能部门 那最后不了了子 三年过去了 不了了子 职能部门三年反应过来了 所以所以你想想看 像这种事如果搞多了 比如说你有人举报 举报了还不管用 那么他举报 他会觉得自己很危险 那当然了 那你整个圈都这样的时候 就是所有好的 就是略必驱逐良弊嘛 好人都得慢慢要学会听话嘛 哎呦中国足球啊 这家伙 难道真要崩盘吗 会在这次风暴当中 也未必是坏 接下来为你播出 我觉得不是坏事 我觉得不是坏事 还有一个人 这栗子 快能学会 有一个人 那